自这个盖天书跟魂天书之后啊 还有一个主要的就是宣业书 中国古代主要的是这三个体系 但是这个宣业书呢 也是没有自出师以来啊 他的老师就找不到了 古人就这样评论他 但是他是现代的宇宙观非常接近的一种学说 他说这个星球全都是气态的 然后宇宙是漫无边际的等等 这三个就是中国古代主要的三个 与此同时还有青天书 安天书 穷天书等等 十种以上 但是这三种呢 那十种可以包括在这三种里面 因为他都没有详细的数理结构 也没有这个一些推算比较少 没有望远镜嘛 凭人们的天然这种这个观测 感受 但是呢 还是要强调一下 就是现代科学呀 你看很多学说 他也是争来争去 就是有的甚至相反 对立 他这种研究大宇宙是 无可厚非的 你看这个军事啊等等 发展这些本来中国古代是不鼓励的 就是因为火药之后 我们发明了就是为了娱乐 但是他们就是用洋枪洋炮 就是占领中国 等等就是一些霸选 这些我们是 呃 是理弊的 但是没办法 但是发展这些之后呢 呃 还是有它的价值 对于长远来说这个宇宙的 呃 涉及到外形 其他文明的等等 呃 这些 我们出于这个军事的自我保护啊 也许能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说不定人家更厉害 那也没办法了 到时候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至于说西方那些 呃 现代宇宙观呢 咱们有机会再慢慢阐释 呃 还是比较多 比较繁杂一些 呃 关于这个 中国古代天文呢 咱们暂且到这 然后具体的一些数数等等 咱们慢慢再结识 呃 全都是由兴体能量来的 你看算命啊 什么算外这些 我们现在用现代的语言科学 就是这样可以阐释 像西方的新科学呢 呃 也是 呃 但是他们是结合这个科技 一方面没有结合太好 二一个 呃 这个 呃 他们就没有整体的这种 意义贯制的这种思想 所以说 这方面跟中国还是差 反复反复反复强调 就是这个科学呢 一定要先人本位啊 再求大宇宙的发展 文字幕工程中文字幕联合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